現在網上不知道真是假的故事是一大堆 很多人都說想知道真相 但其實我們不是真的想知道真相 因為就算知道了真相 銀行不會減你一分錢房貸 老闆也不會加一號子工資 我們只不過想看書 今天我們來講一下 朱利安、巴桑奇 拉登之後 美國佬最想拉的兩個人 一個是他 另一個是斯洛登 這裏不說斯洛登 桑奇有個賭 叫做黑客世界的羅賓漢 他的維基假密網站 涉密了全世界幾十萬份的秘密文件 一下子就封了神 你應該聽說過這個網站 但到底他涉了什麼秘密出來 你可能未必知道 今天我們來查一下 1971年 桑奇出生在澳大利亞 小時候 老爸老母就來了婚 他媽媽從小到大很有個性 或者你可以說叫做反叛 兒子很多時候都像媽媽的 所以桑奇都是一種反叛的精神 十幾歲已經跟著媽媽 好像難民一樣 本屋搬了三十幾次 他的童年 肯定沒有我們城中府的小朋友 那麼美好的 相當壓抑的 再壓抑下去 他就拿到自己脫水了 幸好 在十六歲的時候 又搬新屋 對面街 有一家 買電子產品的商店 裡面有一部電腦 他就馬上被電腦吸引了 經常走過去 扔了電腦 終於不用扔了 整個人都開心了 他媽媽見到這樣 於是把電腦買下來 當成了禮物 訂生禮物 送給他 天分這件事真的沒有辦法 他爛民的生活軌跡 根本沒有怎麼讀過書 全靠自學 但是他的電腦真的有天分 越攪越厲害 當時的互聯網還是很初期 研究幾個月之後 居然自學成才 做了一個黑客 他的網名也挺有意思的 叫做Mandex 聽英文你不知道是什麼 Mandex 是一個羅馬詩人的一句名言 整句叫做Splendidit Mandex 意思就是叫做高尚的虛偽 你細品一下 18歲的時候 他搞大了女朋友的一套 然後兩個人舉辦了一個 不算是正式的婚禮 鬼魂很有趣 有些地方 就算你跟女朋友住了賊 但如果不是在律師 或者是神父的見證下 是不承認的 可以隨時取消的 結婚無奈 他們就生了兒子 但有了家庭的阿桑奇 和主要腦一樣 心中那團火 是沒有認識的 1991年 他就去奧特利亞大學 和加拿大 不電電網的電腦系統裡面 老婆發現了 覺得這個人有點癡癡 自助被人拘捕 於是帶著兒子 離家出走 沒有了老婆和兒子 他的世界 就剩下網絡了 沒多久 他和其他人 就搞了一個黑客組織出來 叫做國際顛覆 聽過名字 就知道他有多大的志向 他搞了什麼出來呢 黑了進去 美國五角大樓 空軍指揮部 斯坦福研究所 海軍作戰中心 諾克希德馬丁工廠 即是很出名的軍火箱 和拉薩 摩托羅拉公司 甚至是 在美國國防部的 摩洛索斯中心 留了後門的程序 可以隨時出入 不過很快 就被警察發現了 捉了他 要起訴他 但匪夷所思的就是 桑琦 只剩下他的系統裡 沒有收到裡面任何東西 再加上 警察叔叔我錯了 這句說話 說得足夠誠肯 法院 竟然罰了2,100元 然後就放了他 可能阿克的美國不是澳洲 所以五隻屍眼 有時都不是很團結 原先是阿桑琦的頭髮 不是白毛女 罰了2,000元出來之後 他去了 跟老婆 走老的老婆 欠我兒子的撫養權 欠了幾年 在1999年 法院宣判 說兒子歸他撫養 不知道是否壓力太大 還是突發疾病 宣判那天 他好像是戀藝常 一夜白頭 即是不單是蔡行想不明白 貴人都想不明白 變成白髮魔佬之後 他帶著兒子 回到墨爾本 由於他在電腦界 很出名 於是進了一間 網絡安全公司 裏面做事 當時挺高的 你知道 人吃得太飽 就會亂想事情 於是 一日到客 開始思考一些 要上班的人 不會想的事情 例如 人類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自由 大凡忙少少的人 都不會想這些事情 於是他繼續想 解放全人類 我做不到的了 但我要令到全世界的人民 擁有信息的自由 因為大部分人 在權力面前 都在流藝 要打破權力 要利用自己的技術 來揭露黑眼 他認為 增加信息的透明度 就可以減少腐敗 各個國家的政府 都應該受到人民的監督 不單是受到本國人民的監督 所有人都有權利去監督其他國家的政府 所以終於知道 鬼都爲何不喜歡干擾其他國家的內政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 這些是正確的事情 是人民 本來就有的權利 無論你怎樣處理它 他們都不會變的 這些就是文化的差異 我們認為是錯誤的 他們認為是正確的 口說就是要重視人權和隱私 但經常報警 投訴家人屋半夜沖廁所的 又是他們 不多重視這些倫理關係 於是 桑琦本著這個聖人的想法 在2006年成立了維基解密 一開始這個網站沒有怎樣受到重視 但在12月公佈了一份文件 震驚地喜歡干預其他國家的世人世界 索馬里反對派領袖阿維斯 意圖政邊 準備用暗殺的手段來推翻索馬里政府 於是索馬里開始打仗了 救了幾個人死了幾千人 2007年公佈了肯尼亞前總統貪污的文件 在24年內 貪污了超過10億美金的國有資產 而且還跟毒販勾結印假人子 現任總統還包庇他們 這個爆料又震驚了西人 現任總統還差下台 然後一次又一次爆料 直接把維基解密碰上神台 不斷地殺身大家對政府高官的認知 例如揭發了冰島最大銀行的黑箱操作內幕 間接導致冰島的金融危機 國家還破產了 又例如曝光了托克石油公司 在非洲各個地區亂禁賭廢料 嚴重損害了當地人的健康 又跟羅斯克克聯手 揭露了西人政府操縱氣候數據 跨大了全球變亂的人為因素 引發了叫做氣候門的事件 這件事我們以後找機會再講一下 柴證可能沒看過這篇爆料 不然也不會弄出這段影片 再例如美國有議員干涉加拿大內政 主張灰巴克脫離加拿大獨立 又爆了美國某個監獄 虐待犯人的指導搜索出來 總之一圓串的東西爆出來 阿桑奇就馬上受到FBI的高度關注 於是各種安全起見 離開了澳洲 又開始居無定所難民的生活 雖然我重新變成難民 但粉絲也多過李子七 越來越多人匿名向維基解密報料 甚至說家裡的狗和妓的金錢龜是真愛 有晚他們拍拖的時候 見到外星飛船 這些東西都出來了 真真假假的信息一大堆 2010年著名的巴格達視頻放出來之後 馬上全世界轟動了 視頻內容是 美軍的直升機 在2007年巴格達的一次行動裏面 對著平民開火 當平民不是人來的 拿著機槍下耳這樣射 那一刻 人權兩個字就是廢話來的 7月份又公開了阿福戰爭裏面 美軍的絕密資料 不約部隊 濫殺了195個平民 虐待囚犯 性侵當地婦女 甚至男人 這個真的猜不到 以及謀殺當地人的資料 還有很多很多的 這裏就不詳細說了 這些東西一爆出來 阿桑奇馬上入了美國的黑名單 不過做得黑客 都是聰明的 維基解密的董事會成員 一個有九個人 八個人是沒有人知道的 全球有八百個兼職的員工 全部都是黑客 沒有人查得到的 所以就算拘捕了阿桑奇 網站也一樣可以正常運作 美國佬沒辦法 於是要求亞馬遜 停了維基解密的服務器 以及關了維基解密 用來收捐款的帳號 凍結了阿桑奇 在瑞士銀行的所有資產 瑞士不是這期才走出來的 是大阿南巴前科的 接著就叫瑞典 指控阿桑奇性侵 而且又發出了最高級別的 紅色通緝令 他都算威衰的 但能人而視 路真是 比較奇特的 阿桑奇 竟然跑去倫敦自首 說要自證清白 不過自首的時候 他又跟警察叔叔說 又跟媒體說 你不要想著在監獄裡 偷偷地弄死我 如果無緣無故死了 或者傷風感冒 我的兄弟就會把我之前 交給他們的秘密文件 一槍地拐出來 於是 而這個國家還可以 男女懼懼懼懼 他都算是第一人 一你以為自首了 那件事就完 但那些黑客 為了表示 對精神領袖的支持 四千多人 一起攻擊 亞馬遜服務器 VISA 和MASA水龍卡的網站 搞坏他們的服務器 攻陷了瑞士政府的所有網站 由於要保釋他出來 他的保釋金比較高 那麼阿桑奇就不夠錢了 於是大量支持者眾籌 幫他籌救這些保釋金 一個星期不夠 阿桑奇就保釋了出來 這些真人真事 拍電影都沒那麼精彩 過了一段時間 英國人就說要引導他去瑞典受審 他收到封 立刻辦這個京東快遞員 走到亞瓜多爾 駐英國大使館 尋求這個政治庇護 那當時亞瓜多爾總統 就承諾他無限期庇護你 那庇護這段時間 他就繼續爆料 而且亞瓜多爾大使館 好像叫他家 那樣 找到他可以自由訪問大使館的 馮護器 他見客那時候 可以自己上去刪除訪客紀錄 以及那些攝像內容 不過好景不祥 新的總統一上台 為了42億美金的融資貸款 就出賣了阿桑奇 就不庇護他了 踢他出來之後 他馬上被英國奧拉 你說執政黨的連貫性 政策的連貫性 是多不重要的 這個大哥 說這條橋 建了一半 但大哥上台說 不建了 起瑞兜 你說一半 又有另一個大哥 上台說 不如用繩子吊過去 所以不是西人信不過 經常反口 而是制度本身就是這樣 一朝天子一朝神 時至今日 已經不是引導去瑞典 是引導去美國 阿桑奇上訴說 但我不會 這樣 英國法院 就駁回了他 你看 斯洛登 俄羅斯多麼疏忽 穿草 都要用敵對陣型來穿 所以說 天才的腦 都是有缺陷的 上帝幫你打開門 一定要關你的窗 維基假物的爆料 真真假假假 都有的 在外面 你經常會見到高人的言論 就說 我知道 鬼佬很多新聞都是假的 都是信不過的 但關於中國那些 肯定是真的 其實你會看到很無語 反正吃藥 是幫不了他們的 下次見 拜拜